老板没有特意的去追求极端的东西 没有为了辣而辣 或者为了什么东西 走那种极端的方式去做 江西一春老拐农家菜 尝一拐 不错 有啥推荐的 一拐牛肉大蒜 有点也算是大厂 这管子点菜也不知道多天 先来尝尝 一拐牛肉大蒜 六分了 你得特别使劲 辣椒 辣椒 这点辣椒口感非常好 有弹性就这一样 这门这个辣椒很新鲜 不是那种饮动物 现在买回来煮完了 滑滑 顶刀切成小 这叫小段还是小条 大蒜 辣椒 滑滑的一块煸炒 可应该也就是简单的 就是那一煸炒 把辣椒扔里边放点酱油 盐 喂 行了 非常非常 加厂的炒饭 再说实话 我觉得这挺好吃 它着实有点大厂的味道 可以 在自贡我们还吃过更棒的 生肠 也是类似 自贡菜下手比他们狠 生肠 生肠 脆嫩 滑 滑 团 好吃 平坨 这就是师傅炒菜旁边放的小料盆里面放的牛 没上过章 也是就是煸炒出来的 辣椒 香菜 煸炒 它都盐味调得好 可以 油肉的口感 嫩 还有牛肉的效果 这菜说的有点咸 但是不妨碍我说这个菜好吃 油肉非常美味 这俩菜有几分自贡菜的样子 什么毛豆烧鸭 这就是鸭子和毛豆 这一口汤 它尝不出来 给你浇一个绝招 来小亮给它整个火 吃个火 鸭块是提前炖烤的 它砍的块很小 烧的味道还可以 鸭块烧的就八分了 因为它砍的块很小 啃的水味有点肥脂 微微的有一点腥味 毕竟这是鸭子嘛 水咸 有点腥味正常 可以介绍 但我都没明白 拿它烧毛豆 有啥特殊的吗 好多点都有这个 这不是咸 这个菜吃的味道还可以 所以它使得鸭子肉好少 撒昏菜 撒昏菜都可以 这个叫什么来了 风格 哪是风格 什么瓜 你刚才说那个 我忘了 姐姐 这是什么东西 凉薯 对凉薯 凉薯 就是个素菜 凉薯 就是个素菜 好吃吗 你觉得 好吃吗 我觉得参加菜还行 老板没有特意地去追求极端的东西 没有为了辣而辣 或者为了什么东西 找那种极端的方向去做 他们两个就拍着你一个人吃 然后他们两个 对啊 我们不吃 我们吃不了 我们回去去方便 还吃五毛钱一点点 你俩要点脸嘛 我再不是这菜没辣的 不说没辣 这叫什么呀 凉薯 凉薯 这个吃生的好吃 这个吃生的好吃 凉薯 我稍微去广州的时候 他们干什么 他们管的东西叫沙瓜 沙瓜 对 沙土的沙 对 沙土里面才更好吃 口感有点像 山药 不像山药 山药是长的 那是一个有缘的 不不 口感 这那种特别粗的山药 吃的是脆 脆带一点甜 然后它还比那个 还耿尿一点 又有点像萝卜 你就想吧 它就是白萝卜和粗山药的结合体 微甜 跟人家炒萝卜丝怎么炒 它就是怎么炒的 那会儿有广州人跟我说 这个东西吃生的肚子里会生虫 对 然后他一说生虫 我都没敢吃我都给撸了 周子年 一位老板在我旁边那桌吃饭 我没好时在里面出来出来看的 260点 还是我点太多 5个人吃没问题 人群50块钱左右的消费 我觉得参加菜非常好吃 那个大肠 首先我喜欢吃大肠 我觉得它那个大肠的做法炒得很好吃 虽然说嚼着费劲 但吃得很香 然后牛肉炒得也特别好吃 而且它使牛肉很好 炒得特别香 那个鸭子炖得也还行 那个凉薯我以前只吃过一次生的 这是第一次吃熟的 还行 我觉得他们家菜挺好 如果是作为一个游客 我觉得可以 这家真的 相当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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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